北京漢宮在聲明中說 女皇陛下遺著沉痛的心情 宣布她親愛的丈夫 愛丁寶宮著菲利普親王殿下去世 上個月 菲利普親王住院治療一個月後 離開醫院 她之前在倫敦另一家醫院接受心臟治療 菲利普親王出生在希臘 是希臘國王喬治一世的小兒子 希臘和丹麥的王子 1947年 她放棄了希臘和丹麥的皇室投降 同繼承權 和依賴莎白公主結婚 依賴莎白成為英國女皇 兩人共同生活了72年 是英國歷史上旅行皇室職務時間 最長的皇室配偶 他們有4個孩子 8個孫子孫女 2017年8月 95歲的菲利普親王宣布退休 之前她曾出席過2萬2千多場皇室活動 菲利普親王為人親和 性格率直 喜歡開玩笑 給民眾留下深刻的印象